剛才那我都想把它錄音起來 然後我如果 半夜不是半夜啦 深夜齁 來聽一聽這個歌 非常感動 而且學瑞他把他的感情一直 Hold住 而且最後完全釋放 直接打動我們 原來你沒感冒是這種樣子喔 最近流感那麼嚴重 你為什麼沒有 跟著流行啊 你原本也很擔心欸 很龍對不對 好 我們先聽阿德老師講評 好我今天講學瑞 老師好 就是聽你唱歌喔 尤其唱這麼感性的歌 就會有一個畫面想像說 欸 學瑞可能會拿出一些絕招 最近這個版本其實跟 修羅瑪亞有點不一樣 對 你把它更簡化一點 嗯 然後這個版本的簡化我覺得 更入味 更有一種 就放不下的感情這種感覺 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進步的一個版本 然後 漢隆今天學的這首歌喔 我覺得超難的 難在什麼地方啊 難在我覺得你每個句子 你到底那個字 你到底懂不懂那個意思 然後你知道一個人不懂 那個不一定能懂的意思的時候 那個字可能就會忘記 所以你唱的每一句 我都要很擔心說 我不會下一句忘記 那你居然沒有忘記 好 反正今天你要想辦法撐住 不管面對各方的 帶著什麼故事來的人 你就要想辦法撐住 好 然後可能這一戰喔 我覺得你可以把對手跟你的 那個火花會弄得比較好看一點 好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我們請黃山亮老師講評 哇 學位 老師好 你這個版本 我很喜歡 謝謝老師 一般的歌手唱R&B的時候 比較容易流於炫技 比較容易就是說 在那個歌唱技巧上面 去做很多的這個表演 但是 會比較容易忽略這個 這個歌曲本身的一些詞曲的靈魂的精神 但是今天你把兩個東西都表現得很好 謝謝老師 又讓我們聽到你的 呃 在音樂上你有很多演唱的idea 然後你又同時把這首歌的感情 發揮拿捏得很棒 所以我們聽了覺得是很感動的一個版本 謝謝老師 那真的 我覺得 那個 漢龍會有一點危險 那漢龍的 這首歌當然 呃 你用你自己的感覺去表現 不過我覺得速度有一點太快了 如果你能夠再放慢一點點 然後我在很多這個口氣上面的發揮 應該是更會有機會淋漓盡致一點 好 謝謝老師 我們請國華老師講評 呃 我的單子上寫了三個字 就是好好聽 然後 我覺得這個是我聽過唱的最好的四幕的人 謝謝老師 真的很棒 我覺得 一個在舞台上可以 表現這麼好 而且你一直在 迎人你的情緒 我覺得這個很難得 也很了不起 希望你繼續在歌唱的路上加油 好嗎 好 然後 我也覺得漢龍這首歌 有點太急了 呃 因為這首 其實它有很多的空間留白 有很多的部分是 它可以做反差 因為這首歌其實 當年是一部電影 然後 也是一個很有故事的 蔡正南先生唱的 他的詞曲 他的意思 還有他 唱歌那種吶喊的感覺 其實在這個歌詞上 其實如果你好好的做 那個反差會做得出來 那我覺得有一點點可惜 唱得比較浮面一點 沒有唱進去字裡面的意思 所以我覺得 再加油吧 好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很得意齁 還沒看分數 好嗎 你在唱嗎 你在唱嗎 沒有 我們在 為了下一站 你是在唱下一首了 為了下一站的準備 還沒看成績耶 他已經在那邊 沒關係我們總是 要 真的很隨興耶 不然耶 我覺得這個 這個精神我們要佩服 他差點就走下去唱了 他想說這關 可能很難過 先準備下一首好了 沒有沒有 還是還沒看分數之前 這關你已經放棄了 沒有 沒有 我是為了下一個準備 好 對對對 對 真的 真的 滿隨興 他只是沒有講 這真的值得我們 學習 學習 對不對 看一下這個四幕的人 今天到底可以拿幾分 評審請一下分數 加油 加油 教練 獻給家人的歌曲 都給到六分了 23.9分 天啊 OK 沒關係 第二站 我們的漢龍 漢龍 鬥爽會得到幾分呢 加油 請一下分數 加油團 加油啊 加油漢龍 漢龍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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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這樣 平手 平手 可是分數是有落差的 每個老師給的是有落差的 對 意見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平手的話 當然還是沒有 這關還是沒有過 對 不是啦 他沒有過 幫他按一下 你是幫他按一下 好貼心喔 嗯 這個 可是我不得不說 就是 學睿剛剛的演出 是超完美演出 超完美 超完美 就是這關喔 漢龍跟他打成平手 其實不算輸了啦 對 對 真的好不好 超完美 謝謝 太享受了 好不好 出專輯就可以來啊 好不好 好啦 好啦 一定找你啦 謝謝 謝謝 漢龍 現在一勝一負 這關非常非常關鍵喔 這關非常非常關鍵喔